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这个男明星叫做吴亦凡 他是个中国的艺人 那他是加拿大籍中国艺 他闹出了涉嫌 右肩未成年少女的淫乱的行为 那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虽然他的这个真正的境况 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堆传闻 那现在网友对他的不满 已经是排山倒海 只想看到他接受 法律上最严厉的惩戒 网友查出来说 吴亦凡是加拿大籍 就算在中国服刑其满 也会被驱逐出境 那被驱逐出境回到加拿大 加拿大又有一个叫做化学趋势 关掉还剁掉就对了 说是在性犯罪的体内注射药物 降低男性荷尔蒙的分泌 减少性冲动 那么这个就是吴亦凡 中国的艺人加拿大籍 他涉嫌性侵这一个少女 魏成年的少女 那么这个魏成年的少女叫什么呢 叫都美族 都美族 那我先请教一下志伟 以他这样的明星这么帅 应该有很多人投怀送报 他为什么需要去性侵一个 魏成年少女呢 其实这个事件 就是说我们看郑大哥手上有照片 我这边有一张就是他的毒照 就是都美族 其实他长得非常漂亮 那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那他在就是上个月 他报了这个料 在他的微博 而且一发发了十三篇 那逼得这个吴亦凡也要发声明来澄清 那都美族他的意思是说 在他就是其实那个时候 他应该还没有满十八岁 就是未成年的时候 那因为呢 其实吴亦凡你知道他的微博 有五千万个人关注跟追踪 所以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微博 就是等于是说他社群 很强的一个艺人 他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很多人 那在他这五千万人当中 里面有三分之二 几乎都是未成年的少女 就是很喜欢他 那像郑大哥讲的 他长这么帅 又这么有名 又这么红 他为什么要去性侵人家呢 他没有必要嘛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都美族他的爆料 就是说他是看 他就是当时这个吴亦凡是以要选 MV的女主角为由 然后请他到吴亦凡的家里面去面试 这根本就不对了嘛 就是你怎么会觉得一个这么红的艺人 他会轻易地叫你来他家 然后面试要当这个女主角呢 那应该是要一个公开的征选嘛 而且是要由这个工作室 或者是拍MV的制作公司来做这件事情 轮也轮不到吴亦凡 所以其实蛮多女生就会晕船了 我被选上了 那我要赶快去 那因为这个都美族他的说法是说 当时他觉得他是这么红的明星 应该不会有问题 再加上这我真的也很难想象 因为吴亦凡的经纪人是个女性 居然可以帮吴亦凡约这个 未成年少女到他家 那到他家之后呢 也没有什么征选 就要叫他喝酒 然后他说我不会喝酒 喝啦喝啦 我们这个MV里面可能就是 他有一些过程 多美族他描述得很清楚 就是他是被灌酒的 那他被灌酒呢 他一度想要逃跑 但是他要逃跑的时候 吴亦凡的表哥居然也在 那这个经纪人也不让他走 而且还威胁他说 你如果走了 你可能就拿不到这个角色 所以对多美族来讲 当时他就是一个涉事 卫生的小女生 很喜欢吴亦凡 然后没有想到 我可以当他的女主角 昏头了 于是他就去了他家 当他被灌醉醒来之后 他就躺在吴亦凡的旁边了 等于是说吴亦凡当天晚上 就对他做了那件事情这样 那当下他当然很难过很害怕 是他酒醉强爆了他 对应该是这样 他被性侵了嘛 可是吴亦凡当下跟他讲说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关注你很久了 所以我才会请你来 那你可以当我的女朋友吗 就是我跟你交往 我会负责任 那那时候都美族就 因为男生这样讲 他当然就觉得 原来人家是在喜欢我 于是他也就接受了 那当他十八岁的时候 那个吴亦凡还 他们叫做刷购物车 刷购物车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买什么 我全部送给你看 你要买什么这样 所以其实当下都美族他认为 吴亦凡是要跟他交往的 可是没有想到 过了三个月之后 他就消失了 吴亦凡就消失了 然后就传出他又跟谁在一起这样 那多美族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他就有发讯息 然后要找吴亦凡 但是都找不到他 他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吴亦凡都是用同样的手法 在骗一些摄氏卫生 未成年的女性 去跟他做这件事情 然后做完之后跟你讲说 我要追你 是 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 所以他才把一些所谓就是这种 以假这个士敬之名行信心之实 然后会灌你酒 然后而且他们会选妃 就是说点兵点 这样看哪一个漂亮 就叫哪一个来 那所以他才把这个吴亦凡 这么淫乱的事情给揭发出来 那当然这个事情 就是连续好几天之后 吴亦凡那边也受不了 就也发了声明说 根本只需乌有 有选秀之实 可是没有什么灌酒 也没有什么发生关系 对 他完全是否认 而且他说就是一个疯狂的女粉丝 要来趁热度 所以请大家不要相信他 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会把我自己送进监牢里 所以他发的这个声明 也措辞也蛮强硬的 那你知道 这是挤牙膏式的 当你这样子否认之后 那这个就表示 我判断这就表示有做 我会把自己送进监牢这种话 对 因为你没有犯罪 所以你要自己送进去 人家还不让你去 是 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说 后来就都美族的说法是 有越来越多的 他发了这个 微博发了这个讯息之后 就有越来越多的女生 就是也都跟他联系 然后说原来伤害那个 原来你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原来我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个 同样的手法 对 他说至少二十几个 所以就等于被认为说 是中国的me too运动 就是原来一个这么红的男明星 利用他的偶像的这种条件也好 或者是吸引这些 阿美亚来 然后其实是对人家伸这些狼爪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在中国 事后吴亦凡有透过人去和解吗 他就是都美族的爆料里面 还有写到说 吴亦凡有给他五十万人民币 的封口费 大概两百六十一万台币 要他闭嘴 不要再讲 可是都美族的说法是 他把钱退还了 那当然这个事情还扯了 那真的有用吴亦凡的名字 去汇款吗 就是有一个吴亦凡的名字 就是英文的吴亦凡 然后汇款 对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在中国引起很大的风波 那你看就是我这边还有一张 这个是人民日报 他就是中国的官方报纸 然后发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后来吴亦凡是确定被抓进去了 那只是谁把他送进监牢了 等一下跟大家讲 就刑事拘留 对 他被拘留了 但是我们先看这一个 这是人民日报发的报导 他说法律是私德的最低标准 在法律和私德之上 还有社会功德 吴亦凡的职业是偶像艺人 他业务能力低下 意思是说 我也没唱得真好 他也不能演 业务能力低下 无法靠作品说话 意思是这样 就只能去吃人 人设这碗流量饭 也就是意味着只能靠人设过活 无论这个人 这个人设是真是假 他都必须维持 这是他的职业 人设就外表 外表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 他在微博上面的流量 他说靠流量过的 他在微博有五千万关注者 其中大部分都是未成年 那么他的私德 绝对不能触犯法律 这么简单了 还必须符合社会功德 必须接受更高标准的道德要求 后面还写很长 后面是写说 这个人应该演艺圈永久 不要录用他 所以等于是说人民日报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就代表官方的立场了 你知道这也是一个杀鸡儆猴